導演會喊Action對不對 那也有咖 咖就是這個紅點 就停掉 所以Action跟咖都在這邊 所以你是導演你最大的 你也可以單獨叫某一個演員做事 比如說這一條我直接點它 它會亮旁邊就只有它做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測試 再點一下就沒有了 酒頭換你 點它 點掉 這樣 所以可以單獨某一個程式做 那也可以全部一起做 全部一起停 好 那為什麼我剛剛說 這個數位輸出 你如果會的話 它程式剛剛簡單的程式控制 你也會 你已經可以控制你們家的家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只是把那個LED 換成計電器而已 機電器有網路上買得到模組 那我用這個例子給你看 這個例子 這個是那個110V的小夜燈 就我們家都有 它在上面 它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機電器模組 然後上面一個電風扇 電風扇這個是電腦裡面拆下來的電風扇 這個是12V的 它也是透過變壓器 然後接到計電器 所以我們只是把LED換成計電器 你就可以控制那個大電的東西 110V的小夜燈 那它也是我們直接插在插座上 當然中間還是經過機電器 經過機電器 那所有的動作呢 這機電器的動作呢 就接到我們的Arduino的擴充板 Arduino的擴充板 它其實只是把那個接頭 把那個針腳的部分改成插座的部分 就可以這樣子建議大家使用 所以這個是Arduino接線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實際看一下它的操作 這個是S4A時代的 所以是用舊版的形式 好 當我把程式啟動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開始偵測那個外界的值 那我現在假裝有人走到那個紅外線前面 電風扇就會啟動 因為它偵測到前面有東西 電風扇就會啟動 好當我離開 它就自動把電風扇給關掉 自動把電風扇給關掉 好那環境燈源的部分呢 好我現在去關燈 好各位看到 當光線不足 或是降低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啟動 這個小夜燈 自動啟動小夜燈 而且你看到那個Analog 5那邊 它的數字是很小的 表示現在環境光源就是不足 不足 好 那當我把電燈打開的時候 好你看看 因為光線夠了 所以它又自動把它切掉了 自動把它切掉 至於層次怎麼動作 你的燈要怎麼亮 就完全跟你的層次有關 你想怎麼做 它就怎麼做 它只是有差別 在我們家的什麼感測器 讓它感測到外界的什麼變化 然後你要本來是控制LED的 我只是把LED換成寄電器 那寄電器的後面 你就可以接大電的家電 接電鍋 就可以自動煮飯 所以你會控制LED就會控制全世界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各位已經會控制這些東西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 來講一下那個 好 另外 另外一個PWM速度 要休息嗎 不用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板子上面 有這個白白的 然後裡面是遠遠的一個 RGB的全彩的LED 然後它旁邊的編號 它寫D5D6D9 有看到嗎 D5D6D9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用數位輸出的 5號6號9號來控制 5號6號9號 OK嗎 都有看到 好 那這三隻腳有什麼不一樣 來我們回到層次來 好 這三隻腳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三隻腳 它是5號6號9號 我直接改 5號6號9號 好 這三隻腳因為它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的專有名字叫做 脈波頻寬條變 但是我們不這麼講 因為國中小學生聽不懂 老師也聽不懂 所以它就是 我們就把它解釋 那個武俠小說 我可以用幾層功力出來打你 有沒有 好 那武俠小說裡面 全部的力氣是10層功力 那這裡 10層功力是255 等一下我會再做說明 好 所以我們要用這種方式輸出 可以調整功率輸出的 我們把它叫做PWM 所以就把它選PWM 好 那剛剛這三個就不要了 好 那5號6號9號 因為這個是板 我們的ADEMO板子裡面 硬體所提供的功能 你要使用脈波頻寬條變 你要可以控制功率輸出 你就要找這幾個角位 這幾個角位 這是硬體提供的 那好 那啟用之後呢 要控制它的內容 的積目就是這一個 模擬類比輸出 它模擬類比輸出 PWM 然後它的角位呢 假設我現在用5號 那這個數量值 可以是0到255 好 那你超過 它就會說錯誤訊成 所以0到255 那0的意思呢 就是關掉的意思 0就是關掉 好 在這裡面 如果你是用PWM來控制的話 0就是相當於關 那255就是全火力全開 就是暗的意思 好 那它在電路上面 它直接會給5伏特 這個off是直接給0伏特 在電路上面 那所以如果你要半開 你要一半公里 5成公里 大概是128 對不對 大約 然後這個就沒有 數位就沒有那個中間的階段 那這邊大概就會給2.5伏特 但事實上它不是給2.5伏特 它是用很快的速度去切換那個0到5伏特 然後可是它的功率的總和 大概是2.5伏特那個 一半的意思 不要解釋得太詳細 因為國小的國中學生也聽不懂 反正就是一半的功率輸出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給它128它可以一半的亮度 原理是這樣 可是真實的情況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真實的情況 LED三個顏色它不太一樣 不過大約 大約2伏特左右就會幾乎全亮了 全部的亮度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如果給它到 其實你給它128以上到255 比如說你給200你給150 其實你的眼睛感覺不出它的亮度有什麼不同 因為都很亮 所以我們如果你要能夠很明顯地看出它的亮暗的變化 就是這一段就好了 你給10跟給100可以很明顯看出它的變化 那因為再上去眼睛分辨不出來 因為LED的限制 所以它就不會覺得差別很大 不過呢 你可以給的範圍就是0到255 好 所以這裡 我們如果給0它就是關燈 給0就是關燈 那如果給10 那如果給10 就是只有亮 它的功率就是255分之10 好 再給個100好了 好 那我用3段給各位看一下它的3段的變化 然後一樣重複 現在只有控制一個燈 好 來看一下 這是藍色的燈 有沒有發現亮度會不一樣 關掉 一半 來一點點亮跟全亮 好 就表示說它可以控制不同的功率 好 那5號 5號 5號燈是藍色的燈 好 來各位先試一下 來各位先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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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